我告诉你 记性不好的人是超快乐的 为什么呢 你知道记性不好的人超快乐的 为什么 因为他忘掉跟谁借过钱 他记性不好 每次跟人家借钱都忘掉 人家给你借钱 你最好也忘掉 这样就公平了 这样就公平了 所以有时候是这样子的 师尊是这样子 师尊从来不跟人家借钱 我这一生当中没有跟人家借钱 没有钱就没有钱 从来不跟人家借钱 师尊有时候也把钱给别人 把钱给你 但是我给你钱 我就很快就忘掉 因为我无心 无心在这个钱上面 给了就给了 给了就给了 好像是帮助人的 给了就给了 我从来不会记住 我也不知道 我给你多少钱 但是我给了就给了 我也记不住 在这世界上 师尊曾经给了很多人的钱 从台湾就这样子 人家来跟我说 他没有钱 我就给他 有一个人拿着布袋来 在台湾拿着布袋来 师尊我没有钱 我说好 我给你 然后 他的布袋装满了现金 钻满了钱 他台就走了 从此没有回来 我都不知道 他人到哪里去了 我也不去追 他是拿着布袋来给我借钱 师母知道有这个人吗 知道吧 对了 师母还记得有这件事情 他是拿着布袋来给我借钱 他说他没有钱 我就把所有的钱 全部给他 他就抬着布袋就走了 布袋 布袋 一布袋 那是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 忘了 还忘了 那给了人家 我虽然记得这个人 记得这件事 但是我从来不会去找这个人 也不会去给他要回来 给了就给了嘛 我人生是这个样子 这是他的运啊 所以也不挂在师尊的心头 这就是我的人生啊 给了就给了 我绝对不会跟你要钱 也不会 我给人家的钱 也不会跟人家要回来 不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